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姆希 那么今天大家看到了什么 我们的脑叶公司又要开始更新了 那么之前这段时间的话 主要是起码与砍杀二太好玩了 玩的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然后还要一直保持两天一根的这么一个频率 毕竟我说了点三过万就两天更新 对吧 可以说一直没有什么空更新我们的脑叶公司 那么今天的话终于被我抽出时间来 我们跟上那么一期 那么全面战争三国的话 其实本来早就要跟了 但是如果看我直播的观众的话 应该知道 触手直播把全面战争系列整体进播了 整体进播 所有的全面战争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做 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做 所以说如果我后面要做 要把那个坑填完的话 就要自己线下做 所以说就需要我挤出时间来做这个全面战争 然后直播又很忙 然后做视频 剪视频又很忙 所以说做肯定要做的 不过可能会慢一点 慢一点 一步一步来好吧 一步一步来 那么先不管别的了 我们先回归到我们的脑叶公司来 我们今天一上来的主要任务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任务给完成 镇压五只W级的异象体 那么W级的话 我们这边有鹰 有羊 然后还有这个大鸟 那么相比于大鸟来说的话 鹰和羊镇压起来的话 就方便多了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五次 因为它可以重复 就全部通过镇压阴阳来完成任务 那么在我们正式完成这个任务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阴和羊 如果碰到一起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你能不能不要跑啊 你能不能不要跑 你跑了 你是不要羊了 是不是啊 我就 不是很懂 阴阳交合它不香吗 现在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阴出轨了 然后羊像个怨妇一样 跟在这个阴身后 是不是种感觉 羊慢慢闻着阴的味儿 跟了上去 阴你因为你能跑得掉吗 不可能我跟你说 看好 羊走电梯 冲到了鹰面前 你这个复兴汉 老娘来找你了 然后一条神龙 从我们的屏幕前飘过 那么它飘过的位置 所有的异想体全部都会出来 所有人员 你扣除的血量 和你现有的血量对调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满血的话 你扣除的血量就是零 所以说你就会被直接秒杀 那懂得意思吧 如果说你是残血的话 你会接近满血 就是这个龙的效果 这两个效果都挺恶心的 如果碰到那种比较强的异想体 直接突破的话 你就很烦 对吧 如果你是满血的人 人被碰到的话 直接死的就更烦了 那么演示完成之后 我们就正式来过这一天 那么基本上的话 是把羊揍上那么四次 最好鹰走到中间 然后我们直接开兔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兔子 然后把鹰也给它镇压掉 然后我们就正常过这一天 就可以了 去刷刷鹰的视频 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了 只不过的话 这个鹰 我给它有很高概率 往这个楼上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往楼上走 如果它想往楼上走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在它 往楼上走之前 把它给杀掉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的话 我们需要拿出一些白伤的人 和我们的胖虎过去 那么白伤的话 也很好弄 我们这边有个小火龙 远程白伤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杰尼龟远程白伤 再加上胖虎 也就可以了 它的白抗比较低 但它红抗特别高 但是胖虎的攻击力特别高 然后它吸血 所以说问题不大 那么这里 随便选一个人 把这个杨先佩戴在身上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来挑衅这个鹰 这个我们还是 一开始就打它比较好一点 因为如果说你 发现它要往上面走 那个人在打的话 就来不及了 好的 鹰出来了 接着它一顿胖揍 然后呢 给这个胖虎上一个黑盾 鹰的话 以它太近的话 就伤害很大 以它远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伤害 所以说的话 我们就远程的白伤武器 来等一下 把这打掉 盯着一顿爆锤 很好打看到没有 很好打 所以说我估摸着吧 这兔子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给你们看到了 先看吧 如果它不乱跑的话 我们看一下兔子 哦 它要乱跑了 你看它就要乱跑 那你也没办法 哦 等一下 我这伤害 我的天哪 你先别上了 休息一下 它这样的话呢 是肯定要往上跑的 这个位置 去把大鸟处理一下 然后你们这帮人 等羊复活 他上去了 看到没有 如果我刚刚把这个兔子叫出来的话呢 我们的人也会被兔子打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的话呢 看这意思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叫兔子了 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打死就好了 这个羊怎么说 还没复活 在在等啊 目前只干了羊一次 所以说的话呢 只镇压了一次 泡谱不用少了 你们俩足够了 三倍速好 羊复活了 再把羊灭一次 阴死了 这么快啊 哎呀 这个就有点难弄了呀 我们这次杀这个阴杀太快了啊 太快的结果就是这个羊 我们还得再把他从这个里面骗出来一次啊 也没事也没事 一个不小心 乐队他要出来了 烦死了 今天我都五六百点了 你要是想让我百干 不可能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死这 哦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死这 你们俩就别下来了啊 因为如果说有人死的话呢 会有个连锁白效应 所以说弱者就不要下来了 相对强的人下来就可以了 你也别下来了 他是每一个阶段受一种伤害啊 所以说的话呢 小小乐团 可笑可笑 回去吧 弟弟 还真以为我像以前的要怕你呢 臭弟弟 我刷他的话呢 主要是为了 穿这个套装的人啊 能刷出这个视频来 这样的话呢 他就直接能免疫 这个白色伤害了 好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还差一格到这个蓝色正午啊 这个呢也不难 但是我懒得打了啊 我怕我今天全部白干了 好吧 毕竟我们完成了这个 这个绞杀多次阴阳这么一个任务啊 然后呢 今天刷了一天啊 这个色孽没有刷出鹰的这个适配 灭霸 没有刷出这个沉默乐团的这个 配饰 所以说的话呢 今天 虽然说完成了任务啊 但是视频的话呢 一个都没出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和这个人身上的话刷了一点属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 至于那个大鸟的话呢 卡巴格了啊 卡在了某个门里面 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所以说的话呢 会扣我们五个点数啊 不过这个点数的话呢 也无所谓 对吧 也无所谓 任务完成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成长 奸骑正义三到五 纳垢正义一到五 直接一到五 相当舒服啊 相当舒服 深暗军团啊 就是那个粉星 他的天平能够绝对公正的衡量任何罪物 也许有一天啊 又是这个轮盘 哦 中间这个就是那个高鸟 然后呢 我手上有小鸟和大鸟 三鸟汇聚了 是不是 三鸟汇聚能出天气鸟了 是吧 这个地方 真暖和 也许我曾经是一棵树 好吧 前世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同样的灵魂在我出生前有着自己的生活 来生 你想成为什么 这是一种从人类潜意识中提取出来的药物 它是从无形的概念中被创造的实体 它将成为一颗蒙发万物的种子 既然世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 那么找到治愈它的方法才是公平的 小蓝 传达几句话 红姐对镇压意识体有种奇怪的痴迷 而她完全不在意有没有员工在镇压过程中身亡 那肯定的呀 自己都是个盒子了 怎么会在乎别的生命呢 对不对 反正自己不会死 对不对 死到又不死平到 红姐估计非常清楚这一点 身为一个主管你知道的镇压意识体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 所以那些员工 她和小陈有点像 还是把员工当人看 而安吉拉和那个红姐的话呢 基本上就不把谁让人当人看 火辣红姐 你最好老实点 撒谎是没有用的 我警告你 别摆出那一副知晓一切的样子 实验对象0934 一个有灵魂的机器 一个脑业公司的完美造物 这说明你有价值 这是A所相信的理论 灵魂不是实际的存在 但是他可以被感受到 相信A吧 他会成为新的救世主 听说你是有灵魂的 也就是说别的盒子是没有灵魂的 是这意思吗 这个小孩也是有灵魂 异相体 这应该是红姐刚刚入职的时候 也就在那个时候 红姐脸上可能会有这种 慌张流冷汗的样子 对吧 怪物生来就是怪物 而异相体则源自人类 哦 有人变成了异相体 是这意思吗 他不可能凭空出现 异相体里寄托着人的意志 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有感情的 发现了没有 不像我们入职的时候 我见识过那些提出意义的机器人们 Angela重置了他们 比起忘掉一切 成为一个无生命的机械 带着这份愤怒回来去 岂不是更好 他们说我是有价值的 他们看到了我自己都未曾在意过的内在的东西 那个异相体在那之后杀害了更多的人 但他自己从未死去 所以他开始愤恨异相体 任务更新 镇压三只不同的A级异相体 还得是不同的 福利部的部长 小兰 拥有最高的员工满意度 员工 没有对装备做好足够的保养 这没什么 虽然这小兰的话 非常的平易近人 发现没有 反正这些员工迟早都会被替换掉 所以说就算认真的生气也没什么意义 任务更新 在限定时间内通过这一天 研究项目 逆卡巴拉能量干扰立场 通过重载逆卡巴拉能量来降低异常的50%移动速度 搞一个 那么我已经花了一点的时间 把这个高鸟的属性 就是个点数 稍微刷了一刷 待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数据 今天的福利部门的任务的话是12天内多过这一天 那么我们先不做这个任务 先做惩戒部这个任务 而且在惩戒部任务之前 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鸟 那么它的话 脸是一个绷带包着的 然后两边的话 插两根鸡毛 脖子上挂着一个天平 脖子和腿都特别细 然后身子和手臂的话 长着这种黑色的羽毛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数据 工作偏好的话 是本能洞察沟通 都是45 洞察的话是345 然后不要压迫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几个东西全部点出来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它叫审判鸟 W6级生物 然后是蓝色的伤害类型 蓝色的伤害类型 它的装备也是蓝色 正义裁决者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个蓝色的伤害 蓝色的话是百分比大红 管理须知 如果工作结果为良 那么小概率减少 如果为差 大概率减少 也就是说的话 它最好就是优 那么现在的话 数据看完了 我们就要把三个鸟 全部给它弄出来 全部给它弄出来 然后我们看看三鸟和壁 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大鸟的话 我们待会用那个磨蛋 直接把它弄出来 它出来了 看到没有 它走路的样子 像不像一个肌肉男 像不像 特别像个肌肉男 我的天哪 那个我已经回挡了 所以说的话 全部都是未知 然后大鸟 大鸟目前的话 是三 三简单 这边来一发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 然后再来一发 就要出来了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片温暖 又繁茂的森林里 住着三只快乐的鸟儿 黑森林的入口 黑森林 大鸟进去了 长着许多眼前大鸟 监视着森林寻找入侵住 小鸟决定用他的会 来惩罚那些犯了错的动物 也就是说大鸟提供的是眼睛 小鸟提供的是嘴巴 哇 好像个菊花呀 然后那个高鸟呢 高鸟正在前进 高鸟正在前进 他也不杀人了 发现没有 他就直接走向黑森林的入口 他现在样子的话 找到也有点像Slanderman 对吧 没有表情 然后很高大 身上还是黑的 为了维护森林的和平 高鸟审判着动物们的罪名 他的天平能够绝对公正的 衡量任何罪名 是那个怪物 我的天哪 这个东西跟鸟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没有办法暂停了 没有办法选时间 只能一倍速 这个东西跟鸟有什么关系吗 某个魔匙 版线 是 某个魔匙 湖 所以 那不应该是 是 大鸟的大眼掩盖着光源 高鸟的长臂紧握着时间 小鸟的小会引导着轮回 只要蛋还在 中魔鸟永不消失 还是那句话 他必须要出来 他要是出不来的话 都没用 一切重来 这边先摸一点点数出来 出来 你一定要出来 你一定要出来大哥 不要当宅男 不要当宅鸡 第四次 还是不出来 我觉得我需要再来个炮灰 正好我还有两个点数 咱们再雇两个炮灰进来 四个炮灰难道还不能把你砸出来吗 我就不信 已经进去两个了 看他出不出来 好好好 够狠 来第三个 这的人物的话也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在电梯间里面等着 效率高一点 好 嗯 好好够狠啊 够狠 我就不信你真能四个都不出来 已经倒了三个人了 三次失败 三次高概率 愣就不出来 你怎么说 好嘞 好嘞 那一次还必须得来四次 这里一枪 好的 这个太夸张了 四次高概率才减了二 我天哪 我们只需要保住这个人 保住这个人 希望那个小小蛋在我们旁边 这是什么 这怎么又不是小小蛋啊 小蛋呢 在上面 好好好 也不是特别远 也不是特别远 抓你时间 咱们这一位的话就放在这 他那边如果出问题 都还一定要进去 抓你时间 这次肯定是比上次快 我告诉你们 肯定 然后只要这哥们不死 今天稳了 还可以站在这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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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兔子的话就不拉出来了 效果不是很好 好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中 估计再来个一分钟吧 上面的蛋也就碎了 好 鸟 鸟蛋已经被我们击溃了 他现在放出了一些东西 看到没有 放出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让他们全部 不用了 直接进去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让回溯之中 这哥们进去献祭一下 献祭一个5G人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特别卡 打这个鸟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游戏会变得特别卡 你看看 特别特别卡 特别特别奇怪 你知道吗 一个纸片游戏 它居然会变卡 就很奇怪 你知道吗 真的很奇怪 大家先不管那么多了 再把这个打掉 然后再下去把这个打掉 就过了 就过了 很顺利 这哥们是蓝伤免医的 蓝伤免医啊 那红杉也可以过来打呀 对不对 红杉也可以过来打 然后下面的哥们的话是 是黑伤免医啊 只要黑伤的人不下来就可以 好的 高鸟呢 一直仰望星空的头颅 再也抬不起来了 接下来干掉最后一只鸟 万事大吉 目前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焦化少女之都无所谓 然后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这个黑伤的人 黑伤的人不要过去 目前所有人都在这吧 没有人到处乱走吧 我现在就怕哪个鸡脚嘎拉里面站个人什么之类的 我一无所有出来了 一无所有我们让那个胖虎摁一下 胖虎人呢 让胖虎摁一下 减50% 哦对呀50%啊 哦对了如果本部门所有员工死亡的话 整个部门的收容我全部降低50%的成功率 哎呀我把这个也忘了 功亏一篑那简单啊 那每个部门丢个一级人员不就搞定了吗 对吧 你不就搞定了吗 非常不要非常非常不要 你们俩都不要 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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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伤进去 灭吧进去 飞烟阳 小夫 小夫是黑白 你也别进去 下运去 然后没进去的人负责把一些东西处理一下 这不就好了吗 哎对吧 没进去 没进去的人我找一个白抗比较高的 0.6 但是你是黄色的衣服不太安全 色念把这个摁一下 王爹藏也不用管 好的没问题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炮普炮普你的血量怎么那么低 炮普你来这边休息一下回个血 在走廊里面的话毕竟只会半条鞋 然后看看是这个地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怪的人卡住 这边有炮灰炮灰不用管 这都不用管 这哥们也不用管 很安全很安全 一个他要出来的话就让他出来啊 透透气什么之类的 嘿 走走走走 还有 去边上去碰涎哥了 对個てがだなんぅ 啊 何 headphone 去啊 三只猟现在成为了一只 四处张望着巡商那个怪物 可是没有结果 什么都没有了 core 好卡 我天哪 真的不是这个你要有8个吗 这真的真的不是你要有8个你看这卡是什么样了 纸片游戏呀 至于砍成这个样子吗 还不停了一直都那么卡我天哪 我太卡了我的妈呀 人均带翅膀 大家看到没有 全员翅膀 破晓 全属性加7 nice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天变得特别卡 特别特别卡 我估计今天得顶着这个卡顿然后完成 当天的任务 卡成沙雕 我还得下来一点 我不下来的话还不行 不操 这 这不是完了吗 我只要打过鸟就会这么卡 这么卡就会闪退 那这 那不就是个死循环吗 我傻了真的怎么回事这游戏 有问题吧 完了呀完全卡死了完全动不了了 这游戏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这不完美打过呀 我这不完美打过呀 就给我搞这种东西 无响音直接无响音 占了84%的内存 16级内存的占了84%就这么个游戏 一个平面的纸片游戏 心态崩了呀 这不是这样我 这不完美打的 那我怎么办 都看不完美打的 不看已是 这不断了 大家伤害 现在现在是 我怎么办 我我 我是不是 你 这个 我什么东西啊 你们看得出来吗 就是目前我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已经不是他展现出来的画面 你们知道吗 你看我点这个QQ他出来的是什么 他什么都没出来 你看我点这个出来的是语言栏 我感觉我自己已经进入了 这边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自己进入了脑叶的世界 什么东西啊脑叶的复仇啊 异箱体的复仇啊 最后我从右下角那个地方点开的小图标里面打开了OBS 然后结束了录制 大家才能看到之前的内容 但是最后几十秒钟他没有录进去 所以说我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哇还好啊还好我给他终止了 谁啊还好那个界面出来你们知道吧 不然我就只能重启电脑然后视频就废了 那么最起码刚刚那段的话呢这个录播的观众也都能看得到 好吧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已经把这个鸟的部分给打过去了 然后的全体都拿到了翅膀 虽然他游戏到最后崩溃了 但是该展示的内容呢已经是录下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部分呢我可以自己线下去做 就自己下去做啊 好的大家看一下啊 我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啊 在线下的话呢又给大家推了很多遍 这一遍终于再次成功了啊 只死了炮灰 我们正儿八经取名的人啊都没有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如此庞大的尸体啊 可能也正因为他死在了中央本部这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吧 游戏就没有卡顿大家发现没有 很神奇啊 可能是因为他体太大了 然后死在这种地方的话呢 会游戏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啊 反正现在一点都不卡啊一点都不卡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度过今天就可以了 那么干掉这个鸟的话呢 顺便还完成了这个惩戒部的干掉三个不同A的任务 哎呀非常完美 那么大家看一下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翅膀了 哎呀呀 这可是全属性加7啊 大家看看生命值精神值成功率工作速度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全属性加7哇 非常舒服 人人都有啊 人人都有 就算炮灰啊我也活下来一个大家看到没有 活下来一个叫米卡的炮灰 一共是死了四个炮灰吧 哎四个炮灰活下一个 好的大家看一下点数呢我已经刷完了啊 我也稍微的刷了一下我们人物的一些这个属性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保险一点啊 表示太多 不然的话呢今天又白干了 对不对 第30天 结束管理 那么今天这一天的话呢 是我们以往30天内啊 唯一死人的一天啊 一共死了四个炮灰 那么其中三个的话呢 是为了把高鸟弄出来而献祭掉 那么还有一个人的话呢 是献祭给了这个回溯之中啊 为了暂时稳定全场的这个异想体啊 那么最终的结果的话呢就是全体拿到了这个视频啊 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刷到了一些点数 并且完成任务 还干掉了三鸟合体 地板上满是鲜血 人们四散而逃 又是雪鱼缸 他希望归于尘土 于是所有渴望生的事物 亦将归于尘土 这个没见过 然后这个又是轮盘啊 那我们就选这个吧 迷雾中混杂着尖叫和愤怒 人们无法判断是迷雾导致了疯狂还是这个嘈杂 制造了迷雾 B 你还在研究机器吗 真了不起 我现在终于明白一个多面手有多大能耐了 B很优秀但是A更优秀 Angela 当阳光触及到你 你的思维就会崩溃 当你看到外界那些植物时 你的理智会被未知的愤怒摧毁 因此呆呆地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脑液公司为他默哀 兔子 为了获得更理想的商业发展前景 脑液公司同其他几个隶属于世界之一的公司签订了合同 在合适的时机更新合同 脱下头盔 啊 这个兔子队长是真的可爱 好吧 真的可爱 阿公司啊 他们是阿公司 脑液公司是L公司 提供军事武装支持 保护L公司不受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 这里说的L公司 包括L公司总部 及其各个支部 我们不接受涉及到手脑和眼线的委托 L公司应为R公司提供能源支持 L公司应已完成与W公司续签合同的手续 L公司应提供杀伤异想体所需要的全部武器和设备 关于保密 所有兔子在完成任务之后必须接除 记忆删除 所有兔子不得对L公司旗下设施功能 及其用途抱有任何疑问 作为兔子队长 我会根据R公司高层下发的命令和计划来调动我的部队 去期一年 能否降低跃迁设备的输出强度 他们已经掌握了跃迁技术了吗 这么恐怖了吗 W公司提供的估计是 我估计这红解决的不需要用的兔子不对 他足以解决这里的异想体 犀牛 驯鹿 果然啊 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不需要你们外人干涉 一到后巷就会被青道夫打谢八块 兔子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一旦事态超过我们的控制 兔子会在第一时间处理好 虽然说红解很强 但是二公司派出的雇工兵是所有意中最强大也是最可靠的 小兔子 兔子对负责镇压最基础的 我们随叫随道说走就走 有一种黑化的感觉啊 一个彻底下 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们是兔子为了草料而四处奔波 可你不一样 你曾是我的英雄 那个不惜流血也要守护弱智的英雄 请你不要玷污我的回忆 这段的话呢 感觉就是红解之前啊 是这个兔子队长的那个崇拜偶像 但是自从红解变成盒子之后啊 他就慢慢的变了 只能这么理解 好的 那么红里面的话呢 又给了个任务啊 让我们击败午夜考验 那么之前那个福利部的任务的话呢 我们并没有做完 就是那个时间限制的 因为我们要打那个三条合体啊 所以说的话呢 先放一放 不过的话呢 今天可能可以来做一下那个福利部的任务 到了覆盖记忆库的时间了啊 本来的话呢 如果说你不要那个视频的话 打那个三条合体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记忆库当天打 打完之后的话呢 直接回打 那样子的话呢 就更加简单 但是视频会没有啊 不像我现在人人背后 都有一个小翅膀 看到没有 哪怕那个炮灰屁股 后面也有一个 好的 那么今天这期的话呢 就大家先坐到这边啊 那么天气鸟的武器和那个衣服的话呢 我们下一期啊 得拿好好分配一下 好的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脑鱼公司的话呢 记得点赞或者转发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